韩娱乐圈总能冒出一些让人瞠目结舌挑战三观的寡 李胜利事件的严重性 小爷有生之年可能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一件事为什么会让韩国总理出面表示要彻查 还要求税务机关清查娱乐场所 李胜利更是仅靠自己 就让韩国各大娱乐公司股价全面持续暴跌 SM、FNC、GYP无一例外 YC更是暴跌12.83% 两天蒸发韩币1100亿 为什么由胜利引发的系列案件会发展成为国际丑门 甚至连美国媒体都已经在轮番报道这一事件 为何由李胜利引发的媒体混战 就能直接表明韩国民众对于这一事件的强烈关注 现在一起跟随小野传说